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我在这里看到我们要遵守的诫命是 只有知识是会带来愁烦的 而真正的智慧并不是靠着知识的累积 就可以带来智慧和聪明 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神好像透过这节经文 在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应许 就是智慧真正的开始 最基础是立在敬畏神和顺服神之下 所活出来的公义和平安的生命 当我们明白什么叫敬畏神 顺服神 因为我们的神他给我们一个应许 他来就是要使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加的丰盛 所以我在这里我向神求一个恩典 让我学习敬畏他 学习顺服他对我每一天的带领 我相信当我这样做 我就可以得着喜乐平安真正的幸福 在这里我也看见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 能够被圣灵所引导的人 可以避开愁烦 避开忧伤 因此我跟神求一个祝福 让我能够开始来学习敬畏神 我相信当我把这样的一个根基立在敬畏神 不仅可以使我的生命得着智慧 而且也可以帮助我累积正确的知识 所带给我的帮助 以前还没认识神之前 我觉得就是在各方面的学习 有正确的知识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如今回过头来 我再来看以前到现在 我发现真正的智慧 除了累积正确的知识以外 还要加上敬畏神 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 在这里我想要带着大家来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当我们寻求智慧和知识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能够被神来引导的 让我们所求的这一切 不要到头来只有带来愁烦 带来难过 带来重担 带来增进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 为我自己也为在视讯前面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让我们今天所做的 所行的 所说的 所决定的 都是因为爱你 都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 你在我们的前头行 你要带领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 奔跑不会无定向 让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活出你定义要赐给我们的 祝福和喜乐和丰盛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